各位好 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在台湾近代400年历史当中 台北的发展不算早 17世纪的国际竞争期 西班牙 葡萄牙人先后前来 目的是为了补充资源和硫磺采集 直到18世纪初 1709年 清廷核发陈赖章 肯兆起 才有大批的汉人陆续前来开垦 也直到19世纪后期 台北才建成 但其实更早的考古资料显示 一万多年前 台北就有人类居住 尤其是圆山和枝山岩一带 陆续发现了新旧石器文化 由于这画面呈现困难 这集大台北史 我们将重点集中在近400年的发展 尤其是如何从清零后期 日治时期 获得倚重快速的崛起 乃至成为台湾的首善之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约当400万年前 菲律宾海洋板块冲撞欧亚板块 将原先呈现太平洋海底的西岸海潮 拱挤出海面 隆岐的边缘 台湾的位置 多山多丘陵 尤其是北台湾的台北一带 由山水汇聚的古淡水河 流经福建汇入闽江 注入东海 台北地区有人进来住 是已经超过一万年以上 林口台地 或者是台北盆地里面的 枝山岩或岩山 都出现了所谓的旧石器时代 那它的年代都超过一万年 当时台北盆地里面 就没有水的 是一个陆地 为什么呢 因为海水面下降 降到很低 降到现在的负120公尺左右 那么海水其实是 不会进到台湾海峡的 台湾海峡没那么深 所以海水是在东海 所以台北盆地其实只是一个 干掉的盆地 所以人在四周活动 史前的旧石器时代 台湾海峡位置还是陆地 台湾最早的著名是南岛羽族 何时到来的说法不一 有的从中国大陆沿着现金的台湾海峡 徒步迁徙到台湾 有的从南洋群岛过来 也有主张台湾是南岛羽族 向外扩张的起点 他们以采集狩猎鱼捞为生 直到冰河时期结束 海水上升 隔出台湾岛也形成台北湖 然后到了一万年左右 海水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然后接着还长得更高 所以海水就灌进台北盆地里面 所以台北盆地就变成一个湖 假如大家想想我们台北盆地有多大 大概最大的湖就多大 最上头大概到现在的土城的附近 西元前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中国浙江南部的大奔坑人 成都木舟出海 其中来到台湾的 最先定居淡水河口的巴黎 而后顺着淡水河 逐渐进入台北盆地 这群人呢 依奉着湖岸为生 可是这个台北湖呢 因为受到 这个大科坎西啦 我们现在叫大汉西啦 新电西跟基隆河 带下来泥沙的影响 一击慢慢一击 慢慢一击往外推 西元前三千年左右 因河水逐渐淤积 故台北湖湖水退去 台北盆地形成一片新的沼泽地 也出现人类聚落 包括平浦族宗的凯大格兰族 15、6世纪 中国日本海盗猖獗 倡以台湾为据点 淡水基隆一度是 所谓东阳真路 就是中国从漳州 然后经过澎湖 到琉球日本的航线的要道 不过 为什么这些商人跑到日本去 而不在台湾呢 是因为原住民的社会 是一种自足经济 所以当时记载说 产无其货 除了硫磺 还有杀金 杀金的量又没办法控制 所以他们往往把淡水质 当作一个指标 就看到有基隆山 有硫磺 知道这是台北 然后开始船就要往北走 17世纪 台湾进入各国 竞逐的国际竞争期 1626年 西班牙人近战北台湾的基隆 台北 在士林北投一带 发现了制造火药原料的硫磺矿 于是积极开采 在西班牙人占领台北的时候 他曾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派了军队来跟平埔族 就是北投地区的北投社 做了交涉 希望北投社这些的原住民 帮他到我们地勒谷 去采硫磺 1642年 荷兰人驱逐西班牙人 更加强对士林北投开采硫磺 年产量以万经济 成为当时 护卫淡水最大宗的出口货物 1662年起 郑成功三代在台湾建立起 第一个汉人政权 但以南部为重 并未积极开采北部的硫磺 直到1683年 施郎打败郑克爽 台湾进入清朝版图 身为福建弹药库管理幕僚的玉永和 便奉命跨海 来到台北大黄水的硫磺坑 采集硫磺原料 玉永和 他从熔城那边 就到台湾来 从台湾一直往北 一直到淡水 中间经过很多的 那个蛮荒地区 玉永和采硫磺的台北行 正好碰上17世纪末的康熙大地震 见证当年台北盆地 有大半因地震陷入水底 也因此又隔了十多年 1709年 清朝官方核发肯兆 允许移民从南部北上开肯 汉人才开始对台北盆地 积极囤肯和经商 农商一直是台湾经济发展的 两个最重要的火车头 那农业方面 有几个人可以提一下 像康熙时代 有一个叫赖科 北部的通知叫赖科 它是相当重要的 它首先倡导在关渡 建北部最早的天后宫 那它做这个翻散贸易 也就是汉翻贸易 陈赖章肯浩 就是台北盆地开发 最早一张肯兆 名为陈赖章的肯兆 就是由福建泉州人 陈献博 陈逢春 赖永和 戴天书 陈天章 共同他们用布匹 酒肉等生活用品 将原住民株翻地 招募故乡大批电农 进行开课 其他移民纷纷仿效 汉人来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哪里有居住平补 它就在哪里发展 所以一开始来就是什么 他们都是几个单打独斗 来这个地方开课 那第二个阶段 比较重要是什么 自己单打独斗很困难 开始回到故乡 找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 来到这个地方 他返农之后又回到 大陆的原乡去 找什么 非血缘可是它是他们本来 大陆那个原乡旁边的 隔壁针最低来发展 所以第三阶段就是 从血缘进入到地缘 在陈赖章肯兆的号召下 一批批福建漳州人 大举移民台北 接着泉州人也寄漳州人之后 跨海沿着淡水河靠岸 落脚台北蒙驾 从彰化北上的郭锡刘领导 张州人进驻台北中轮一带 但郭锡刘随即发现 水郡不服使用 常遭干旱之苦 因此请进彰化家产 引新殿清潭西 兴建刘宫郡郡 刘宫郡郡完工后 灌溉范围涵盖井美 公馆甚至松山区域 成为台北最重要的灌溉渠道 不久台北盆地成为 仅次台湾中部的稻米产区 而且还能出口至福建与天津 带动双边贸易 蒙甲成为港口 所谓一辅二路三蒙甲 蒙甲要居大台北最重要的聚落 和贸易港口 就台湾卖农产品 大陆买进这些日常用品 因此出现了清代很有名的 进出口商叫做焦 就是相当英文的叫的 他们进行两岸的贸易 北部的应该是淡水或者巴黎奔 可是那边港口很小 真正的商业中心是在台北盆地 所以蒙甲由于淡水河 是台湾很好的河流 所以从淡水港可以直接靠岸 首先是在新庄 接着是到蒙甲 蒙甲一时交行伶俐 其中三大富豪的黄鹿嫂 是靠着经营张老贸易 销售欧美各国 成为地方富豪敲手 作为大台北商业中心的盟家 交行拥有各自的码头与势力 其中的泉州山益人 与同安人时常发生泄斗 1853年 一场史上著名的顶下交拼 泉州山益人跟同安人的泄斗 部分同安人被迫赶到大稻城 改变了风甲的命运 因为那时候门甲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卸斗 那门甲 大稻城就被逃到这里来 甚至原先的下海村荒野 原先也是在芒嘎的八角壮 也被赶到这边来 但是他们这边来以后 我们今天讲的迪化街 其实当年的名称比较单纯 就是所谓的南街 中北街 还有什么渡柱街 比较单纯的这么一条街 等于是大稻城的第一街 那大稻城从1853年 所有的逃难的人开发以后 刚好碰上一个很大的契机 是门甲排外 他们把自己同胞都赶出来 怎么会让洋人进去 所以后来他们就留置在大稻城 蒙甲的泄斗 让大稻城因缘际会 继承为台北的经贸中心 除了延续脏脑外销之外 也展开台湾仲查外销的年代 那李孙生是跟一个洋行 叫做宝顺洋行 是要来买脏脑 就李孙生跟中斗来 他们原来在厦门 就有在洋行那边服务 他们是受一个宜迹洋行 派到再来 所以他一看台湾北部的地形汽油 说这个地方可以发展茶 茶外国有广大的市场 那时候印度茶还没有出来 中国茶垄断市场 所以他脑筋动得很快 所以John Dodd 后来他设立宝顺洋 就跟李孙生联手去鼓励种茶 李孙生和约翰陶德 看重台湾北部山区的地理环境 大胆相信 此地种植的茶叶一定不差 于是游说台湾人种植茶叶 不仅提供资金作为种植成本 并承诺会收购收成的茶叶 果然宝顺洋行将收购的茶 送到澳门市销 口碑比原本福建产的茶更好 送到美国更受欢迎 于是几年内 台北四周的山地全都改种茶叶 大溪 龙潭 关西 北浦 都是北部茶叶的重要产地 当年外国人说的福尔摩沙乌龙 就是李春生和约翰陶德创立的品牌 赚工钱而已 现在经济茶之后 加上包装 然后做一些小广告 送到国外去 哇 那利润百倍 一下子李春生 短短的几年内 变成号称在北部 仅次于板桥林家大富豪 板桥林家拥有多大的地产 短时间内能够可以跟它比 这也是一张美国的一个茶或是咖啡或是可可 这方面的一种它的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我们翻开来看 第一项就是福尔摩沙乌龙 所以这个牌在最前面 大概一百年以前吧 台湾的乌龙茶它是属于半发酵的 所以这个茶主要是销到美国 那么特别是纽约或是芝加哥这种大都会的地方 他们这个士绅 等于是高级人士在喝的茶 像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 就有这个由美国他们编的 The Tea Man 就茶人这个 他的封面呢就是用我们台湾的乌龙茶 还有冷泡的 十九世纪中叶大道成因为茶叶开始兴起 一时间洋行林立 李春生甚至还盖了一卷牌的洋楼 出租给来台湾经商的外国人 每天光从大西来往大道成河港的运茶船 就多达两三百艘 这是大道成最辉煌的茶香年代 茶叶和张老带动了商业发展 造就蒙甲和大道成的兴起 加上邻近的淡水开港 提供台北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机会 地位越来越重要 1875年蒙甲和台南并列台湾两府 1884年台北建成 1894年台北抛开了台南击败台中 晋升为台湾省会 虽然隔年1895日本接收统治台湾 但是依然选定台北作为政经中心 率先进行不少现代化的建设 包括现在的总统府 台大医院 台湾大学 都是在日治时期所建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日来往淡水河的商船 络绎不绝 大道成一带商行林立 19世纪后半也是清零后期 台北商业活动鼎盛 繁荣景象与政治中心台南府城 互别苗头 到了1860年左右 其实台湾的农业资源已经开发殆尽 大部分的平原都已经开发了 这是第一点 没有人会跑到山区去种到的 第二个理由是 大陆的米的市场开始萎缩 为什么 因为1842年南京条定后 五口不是通商吗 因此洋船 西洋船就把东南亚的廉价的米 卖到大陆去 这个时候 北部正好有什么山产 就张老 紧接着是茶叶 另外还有一个当时很重要的资源 是煤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南部会衰落 北部会刑解原因 因为新的出口货是在北部 而不是在南部 1860年代以后 受台湾开港 日本对牡丹社的挑戏 加上中法战争的刺激 清廷决定积极建设台湾 此时 北部贸易额大增 逐渐超越南部 于是1875年 清廷同意福建巡抚 审保证建议 在台湾府之外 增设台北府 府城就在蒙甲 1881年 曾玉英担任福建巡抚 渡台筹房 认为台北府城尚未建立 不足以自捍卫 对台北建城甚为重视 隔年即展开新建工程 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看到 台湾地位的转变 慢慢北部的部分 开始被关注 那时候就从内湖山上 踩石头 然后从基隆河运送到 那个台北来盖城 台北城成员以尖石为壁 厚度一丈二尺 高约一丈八尺 城形成长方形 东西两侧为412丈 南北侧在340丈左右 周边共长1506丈 约5000公尺 面积约1.4平方公里 规模号称全台第一 有五个城门 其中北门东门有富锅 城外有豪 台北城大概比较不是从黄域下手 因为它并没有盖在 当时比较多人居住 像万华这个地方 反而是选择在比较美人居住的一个 一个这个目前台北城所在的位置 这个城墙或许它的那个象征的意义是很大的 因为这里盖城代表它在整个台湾的经略上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台北城建城经过风水勘与 原本拟定竹城计划的陈玉英 将恒长不动的北极星 当作竹城工程的基准点 订定南北走线 但后来接任建城的台湾兵贝道刘敖 认为原本陈玉英的计划 会使得台北城 吴后祖山可平 一路空虚 相书属凶 于是修改城墙的走向 刘敖 他就比较相信那个 我们后来称为堪与风水 他是比较从形象 那个软头 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 这个城的一些朝向转到 台湾北边的这个七星山 所以他越来不是正北 他偏一个角度 那个城墙是一个朝北 可是里面的道路是朝着我们的七星山 像我们今天在管前路 我们如果坐在那个博物馆的阶梯往北看 我们就看到那个山头的位置 北部不少名家士生都参与台北建城 包括大稻城的茶王李春生 北部第一富豪林维元 因此对台北城的设计具有影响力 包括台北城比其他城多了一道小南门 就是特地为板桥林家增色的 他就捐了盖的小南门 就可以代表板桥跟这个城的关系 小南门是最细致的 最能够表达当时 那个建筑者的这种 在城市的一个地位 那如果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台北城的兴建 就不是那么军事取向 台北城于1884年完工 接着1885年台湾升格为胜 台湾巡抚是最高军政领袖 第一人巡抚流民船将各式最新的建设 都设在台北城 使得台北城成为蜻蜓版图中 最现代化的都市 熟人巡抚流民船重视贸易 于是在商业鼎盛的大稻城 成立一个可供国际贸易的区域 这时期大稻城的茶厂多达60多家 外商以及台湾人经营的茶行 茶庄 茶馆 如雨后春水般挤身一时 由大陆运来的物资 也多经由淡水港运至大稻城卸货 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流民船那时候所盖的千秋建堂街 千秋建堂街 其实它的历史不长 就是流民船当初有很多的洋务运动 我们讲的坦白讲就是洋务运动 引进了很多的洋人来这条街 甚至有洋人进来以后 所有的使馆也都进到这边来 这边曾经有美国公使馆 有荷兰公使馆 有意大利公使馆 还有丹麦公使馆 荷兰公使馆 全部在这条街 所以当年有人把这条街称作是洋人街 第二任巡捕邵友莲上任后 基于台湾实际的政治经济中心 都在台北 于是1894年 将原本设在台中的省会 正式迁到台北 至此台北不只是张甲云集 更是雅鼠林立 迈入成长繁荣的轨道 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善之都 1894年甲午战争 蜻蜓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部分台湾民众激愤不服 上书末代巡抚唐景松 督促成立台湾民主国 1895年5月25号 唐景松在台北正式成立台湾民主国 出任第一任大总统 几天后 日本禁卫军团自台湾东北角登陆 民主国正规军战败 6月4号 唐景松乔庄逃亡厦门 眼看日军即将进入台北城 这时台北城的士绅 不希望造成百姓伤害 更希望保留原有的经济溶镜 于是大刀城商人 包括李春生 孤显荣等人 沿意同日军谈判开城 结果谈判当日 只剩下孤显荣 只剩前往迎接日军进城 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后 唐景松在第二位初 就经由德国的商船 就跑回中国 就台北市段以后呢 那台北市里面的茶商 当时最有钱的生意人 茶商的外国商行的人 跟台湾本国商行的人 就协商之后呢 那就希望有人去跟日本 来告诉说如何进入台北城 以免台北市民被屠杀 所以当时呢 孤显荣就自告奋勇 说他要去嘛 所以孤显荣就代表台北市民 到了八都 到基隆一带 就碰到日军 有一次领导志军 进入台北城 这时正逢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崇尚西化 于是在台北城 新建大型宏伟的西式建物 例如台北州厅 也就是后来的监察院 台北医院 也就是后来的台大医院 这些新式建筑中 也包括日治时期 全台唯一的台北帝国大学 但成立初期 因教育制度差异 以及学费问题 较少台湾人有能力就读 日本人在1920年到1930年 开始引进现代化的干津水泥 在他自己的 我们称为日本内地 他还不敢大量使用的时候 就在台北做先的利用 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行政长官 叫后藤新平 那这个人他在 做台北城市的建设 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会借由建筑达到震惑人心 会让那个被殖民者 能够看到那个殖民者的伟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所盖的建筑 除了旧城改造里面总统府之外 在很多街角的地方 今天的监察院 今天的购卖局 像一个盛装的卫兵一样 1906年 日本决定在台北城 念一片西南处 新建台湾总督府 经过争选 日本建筑师 长野与平治的设计脱颖而出 并招聘清一色 日本工匠施工 从1912年到1919年七年间 完成占地2100坪建筑 楼高五层 内部有300多间厅室 可容纳2000多人一起办公 是当时全台楼层最高 最宏伟的建筑 为了更进一步都市更新 日本总督府陆续拆除台北城城墙 并沿着城墙旧址建四条三线路 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南路 爱国西路 中华路 中校西路的路径 这时马车 三轮车 以及西方机动汽车 已陆续引进 因此三线路的中央 供车辆双向往来 两侧两线则有狭长绿地隔开 主要供行人使用 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 成为三线路的由来 而当时中山南路三线道 往北一路延伸 是全台北最完备的道路 因为这是通往台湾神社的要道 主要是供日本皇族与特使 前往参拜 那日本你如果台湾的话 就在台湾 现在原商饭店 就建立所谓台湾神社 是台湾最主要的神社 让台湾人去神社祭拜 神社是代表日本 那就变成说中军爱国 来启发中军爱国 那变成一个日本 向日本的向信力 那这样的话 日本后来发动战争的时候 台湾人才会为日本去打仗 台湾人说早上起来 要面对东坚来朝拜 就是举功了 而且要读这个天皇的赤鱼 另外呢 可能要一学习的时候 要到神社去祭拜几次 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活动力 无力在台湾从事大规模资本活动 加上语言与风俗差异极大 日据初期 相关制台规章 都是由台湾总督府自行定顶 负责开拓规划 1895年的台湾 1896年就通过了六三华 六三华意思是说 台湾跟日本是不同的 台湾是特殊地区 这特殊地区呢 应该由台湾总督 有效的能够因应制宜的制定法令 延续清廷对台北的重视 日本选定台北作为政经中心 让台北城进入另一种 争执扩大的发展时期 所以日本大概是有计划性的 想要建设台湾成为南京的基地 那台北就是南京基地最重要的都市 这花号司令 它是要象征帝国的一些权威 和帝国的繁荣 以及台湾的一个进步 台北市的发展不是一次到位 而是透过都市更新 逐步扩张 在清末建设的蒙甲 台北城大道城 在日治时期发展成北台湾 最繁荣的三市街 而后再改造临近三市街的西门町 台北逐步的向北向南向东扩大 二战后台北依然是最重要的政经中心 是国家的首都 1967年台北升格为直辖市 隔年还将临近的景美 南港 木栅 内湖 以及士林北投并入 半途扩增了四倍 到了2014年台北人口 才超过了270万人 作为首善之都 台北拥有台湾最先进 时髦和现代化的模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治初期 日本政府延续清朝对台北的发展 商家大多集中在蒙甲 台北城 大稻城这三区 统称为三市街 是当时北台湾最繁华的商圈 日本人到台湾来 其实它控制的主要是上层的 大型的进出口品 大型的工商业 其实底下中下阶层 全部都是台湾人的 没有受影响 他们主要控制的是进出口 比如说糖米的进出口 那是日本商社控制 那红茶是三井控制 台湾総督国的取材区 台湾的使徒 逐渐底 街头巷尾的广告 招牌 海报 充满日式文化 随着开发 渐去饱和 日本政府转向 原本是蒙甲人 牧葬区的西门町发展 逐一盖起日式官员宿舍 居酒屋 商店与市场 1920年代 西方最新潮的电影娱乐 垂进台湾 全台第一间戏院 永乐戏院 就落脚在西门町 往北走 原本以采集硫磺为主的北投 因为地热与温泉 快速发展成 另一个休闲娱乐的热门景点 平田园武 他来台湾养病 这真的是 他是一个商人 来台湾养病 真的给他养好了 所以他就在北投地区 开了一家旅馆 那台湾的第一家旅馆 叫做天口安 日本人深信温泉疗效 因此将北投打造成 繁华的温泉乡 各式各样的旅馆 餐厅如雨后春笋般设立 带动起温泉观光 1945年 二次大战结束 日本战败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也掀起一波战后移民潮 1949年 国民政府迁台后 跟随到本岛的军民 有上百万之多 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住进首都台北 加上隔年起从中南部 北上谋生的城乡移民 使得台北市人口 由日人离台后的27万人 到了1951年 暴增为56万多人 国民政府虽然新建 大批眷村住宅应急 但仍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多数落脚在台北的移民 因为没有其身之地 只能自立就迹 国民政府来台湾到最先绕角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以总统府 国防部为主的 那个地带的附近 南机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从这个乡下到城里头 来打拼的这些 这些居民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林河岸的这些 空地的这个地方 形成一片状的 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棚屋 所谓棚屋 就是由主板 棚架 木板搭建而成 没有墙壁遮蔽的 临时性建筑 1950年代 光是整条中华路 就有2000多户 居民也在棚屋内 做起生意 贩卖日常用品 但由于环境雨漏 脏乱 让这条 本来在日治时期 繁华的西三线路 成了有爱观瞻的大型 伟健聚落 据传 有次讲 宋美林夫人经过 也看不下去 后来看到 就问司机 这一片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 在铁路旁边 盖了这个破旧的房子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是 跟着 他先生一起来的 这些人没地方住 盖在旁边 后来 有如此一说 回去就 跟他 整编人 蒋介石 你不是带大家 反共大陆去 这些人怎么住这么破旧 所以后来 赶快叫他的 儿子 蒋介石以前 最新人当然是蒋经国 去把这些棚屋做翻转 于是1960年 中华路铁道旁的棚屋 一一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 崭新的 中华商场 全长超过一公里的 中华商场 共有八栋建筑 洞与洞之间 搭设人形入桥相连 成为台北市街头 最新颖的百货商场 这里更号称 除了棺材 什么都能买到 以前 你要买最好的 Nike IDA 或是日本进来的 Sony Walkman 最早的货 中华商场 你才可以找得到 台北人 你读书 一定会中华商场 因为 铁路旁边就有200多家 做制服 中华商场的新盛 连带串起西门町 台北车站前的人潮 让西区成为1960 70年代最热闹的商圈 台北市人口也急速成长 突破百万 1967年7月1日 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 隔年7月 进一步将远属于台北县的 景美南港镇 木栅内湖乡 以及阳明山管理局所属的 士林北投镇 等六个乡镇 化归为台北市 土地面积从66平方公里 扩增4倍 变成272平方公里 人口也增加到160多万 人口俱增 让1970年代的西区 城县宝盒 但关东区 也就是信义 内湖南港一带 人以农业 工业 军事用地为主 相对荒凉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 台北应该有一个 第二的商业中心的规划 所以大概在1972年代 就开始着手规划 是由国防部跟财政部规划 希望选择今天 中正经验堂的位置 来做这个第二商业中心 可是1975年 那时候就决定 这边变成专政经验堂 那么所以那时候就选择 另外一个 也是这军事的设施用地 就是我们四次兵工厂这边 就今天的信义计划 为了解决东西人口分布不均 市府开始着手 副都心东移计划 不仅要将市政府 议会前往信义区 更要打造市贸中心 信义计划区最早的建设 包含国贸大楼包含当年的凯月换店 今天的金月大换店 那么这个世界贸易中心 还有国际会议厅等等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群聚 每年固定在世贸中心举办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被公认为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电脑展之一 吸引许多资讯界人士朝圣 信义区的兴起 带动内湖南港跟着反转 我们内湖南港 那其实以前这里是工业区 那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 随着那个信义计划区 就是改编 然后整个重建 然后这一个区域就变成是 台北市的服务业东扩 然后工业区被挤到其他的 就是现在新北市的土城 或者是桃园南坎 就是台北市内出现了一次去工业化 新的都市计划带来人流 也带来车潮 然而当时的铁道穿越都市 横切入面 车辆与行人通行 皆被平交道阻隔 造成交通打劫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政府实施铁路地下化工程 1983年开始陆续动工 原来这个铁路所进入的地方 尤其往东的话 你看到现在的华山 华山以前是台北市铁路的货运站 再过来就是这个黑松汽水 黑松汽水现在是微风 然后再过来就是金华城 金华城就是以前的糖农铁工厂 所以这几个据点的这一个改变 都是从工业区改变成是 是一种目前的这种商业使用 的这个使用 所以增加了很多土地的这个价值 随着铁路地下化 台北市的交通也跟着转变 1988年捷运施工 曾经繁华一时的中华商场 也被迫拆除成为台北时代的眼泪 过去从龙山市 西区的龙山市到东区的这一个西医区 可能要至少如果用公车来做的话 你可能要花个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现在大概三十分钟之内 你可以通过捷运 所以那个流动基本上 我是觉得是一个 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交通便捷是现代化都市的象征 然而文明发展背后 建商进来了 投资客也纷纷跟进 台北市的房价飞速飙涨 市民的怒火也越来越高涨 1989年 买不起房的年轻人 发起了台湾史上第一场 以都市改革为议题的社会运动 上万名自称是无颗蝸牛的民众 夜宿在当时地价最高的中小东路上 抗议高房价与高租金 那1989年刚好是一个最高峰 就是成长率最高的时期 特别是1987年的广场协定 就是每日的贸易逆差问题 造成整个亚洲的汇率上涨 所以新台币汇率上升升值 然后就是导致热钱涌入台湾 然后就有了第一波的房价的飙升 当时的大安区 原本每平十多万的房价 上升到近30万 涨了两倍之多 然而房市的冲击 并未阻碍政府规划大台北脚步 1990年代中期 基隆河完成捷湾取制工程 原本低洼的农地 变成内湖重化区 最初构想是想整合台北市里的小型工厂 却意外发展成高端的科技园区 其实1997年第一个案子 其实是远雄他做厂办 底特区科技大楼 那么这样第一栋厂办下来之后 因为那时候工业区的土地非常便宜 然后整个国家 整个台北市这些高科技也正在发展 那有这样的一个科技大楼提供出来 当然是大家就强劲了 内湖科学园区历经多年发展 2003年已经有超过1700间厂商进驻 临近的南港也顺势规划成软体工业园区 自此南港内湖信义成为北市产业的金三角 2004年台北101在信义区开幕启用 在当时还是世界第一高楼 每年举办的跨业烟火更吸引不少国际观光人潮 台北市的住民也跟着激增 2014年更突破到270万人 成为全台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区 但这个首善之都却还有个别名 被戏称为天龙国 日本经典漫画《航海王里》 天龙是贵族的代称 网友借此暗讽台北人有着类似贵族般的优越感 经常以台北人的想法看天下 但近几年 这个天龙国却面临到跟日本东京 英国伦敦等大都市一样的窘境 那就是房价高涨 引爆人口外移筹 2015年台北市的人口数超过270万 但隔年却开始下滑 直到2021年仅剩252万多人 其中迁出人数最多的就在高房价的大安区 台北市其实5年内流失了十几万人 但是这里面要分开来看 就是说事实上过去的三年的人口变动 有七成来自除籍 除籍就是说他出国两年 不能够回来复籍 所以COVID-19造成一个很大的后果 就是这个全球大流行阻断了人流 那另外三层还是净流出的 所以说其实台北市还是面对着一个高房价 跟年轻人减少外移 人口老化 一些结构的基本面的问题 2017年开始 台北市成为六都中高龄长者最多的城市 高房价逼得年轻人 不得不转移到周边的新北 桃园 基隆等地居住 每天清晨超过七十万人从周边县市涌入台北工作 我们中研院这边有研究员在做那个手机的移动的研究 我们知道说台北市白天跟晚上大概差七十到八十万人 也就是说有七八十万人是进城工作 他们的手机跑到台北市去发讯 然后他们离开 晚上就不在台北市睡觉 首善之都台北 是许多人便手之足 共同打拼而成 台北市有着现代化的一面 当然也存在着高房价 交通压力等都市城额 然而无论时代如何演进 台北市始终是台湾最繁华最进步的大都会 一个现代都会的高度发展 不全然是正向成长 进入二十一世纪 首善之都台北却因为房价高涨 面临严重的人口外移 更成为六都当中高龄人口最多的城市 这些都是台北市面临的新挑战 我是胡婉玲 这集台湾演绎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